假日的早晨 我来到了这个充满客家风味的田园小镇 穿过石墙 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大片的红枣园 结石累累的红枣 娇艳雨滴 仿佛是长在树上的红宝石 彩虹枣的阿姨告诉我 早在一百多年前 客家先民就尝试在这片土地上种植红枣 自古以来 红枣就是中国人的滋补圣品 剩下时间成熟的红枣 经过太阳的曝晒后 能完整地保留营养成分 是冬令时间的最佳补品 悠闲地沉浸在这一大片的田园景色中 是都市里的人们最向往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